鸡地出勤率最高 没人的时候也营业 顶流花花有多敬业 据说花花的出勤率 是基地里面最高的小熊 365天 少有不出来的时候 每次出来还都正对着游客 这可爱的小模样 谁看了谁不迷糊 难怪说花花是狐狸花鸣 刚出生的时候 是只蚱毛小熊 像只饭团子 眼睛亮晶晶的 长大后等比扩大 依旧是只蚱毛的三角饭团 营业更是用心 花顶流的营业 在网上就可以找到 每天按时上下班 乖乖待在地方 没人也去 下雨天能出来的时候 也会出来 缺琴 缺琴是什么 顶流花不懂 窝窝头小苹果这么好吃 两角兽这么好看 当然要多出来营业啦 除了喜欢人类 还很喜欢夸夸 但是不喜欢吵呢 听到吵呢 花花可能就会躲走 所以大家去看 还是要保持安静 很多去过现场的游客说 中午的时候 很多熊猫都在午睡 只有花花面对着镜头 有时候还会表演吃播 拐个弯 难怪花花黑眼圈这么重 听见有人叫自己名字的时候 会抬起熊猫头 好奇查看是谁 这天 本来正在放空思考 熊生的花花 看到上面有游客 他就随地找了个损品 然后开始对着游客养 不愧是顶流的营业素养 因为营业的事情 跟圆润干妈住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天花花凑出脑袋想出来 圆润干妈正好回来 面对花花的举动 圆润看了眼外面 最终把花花叼了回去 该休息了妮子 不然长不高了 把花花带回去之后 圆润还瞅着门 在想这玩意怎么关 还没思考多久 花花又出来了 小脚步往外卖 我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圆润无奈 再次把花花叼了回去 就这样往复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 花花终于踏了出来 而就在那一瞬间 身后的门被关住 花花 熬夜 又可以营业了 圆润女士 什么情况 门怎么突然关了 当然夏天来临 天气炎热的时候 花花也会回去 不然身体可能糟不住 还是要多休息 不过仔细看 小时候的花花 和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真的没什么两样 顶流花花惊现 成都大运会宣传片 画面中谈爷爷一声声 花花果赖果赖 给大家非常熟悉的亲切感 作为四川成都的娃子 花花凭借一猫的实力 拉动了整个市的GDP 许多网友为了见她一面 不远千里前往成都 花花甚至出现在 成都大运会的宣传片中 还多次上过央视新闻 不愧是顶流啊 成都要开大运会了 你要多锻炼哈 说起来花花的跑 那跑起来一蹲一蹲吧 只要听到谭爷爷的声音 就会开心地往地方跑 花花表示自己聪明着 每次谭爷爷叫她 都是好事情 作为谭棉花组和小组成员 花花和谭爷爷是 众所周知的好关系 之前谭爷爷说 不能抱着熊猫下班 转头自己 就抱着花花上下班了 没办法 我也不想抱 但这瓜娃子实在可爱 虽然累了点但开心 谭爷爷说 花花是性格最好 给她一点吃的 就可以给她骂脸 然后就可以给花花的脸 裸地白白净净 花花特别听谭爷爷的话 当谭爷爷说花花过来做 花花就会过来 如果花花没吃到食物 谭爷爷会开小灶 没办法 这妮子经常被抢食物 吃不饱 后来被抢得多了 花花也有了经验 当再次被抢的时候 举起小手就是一个句句 花花很喜欢吃笋间 辛辛苦苦包完之后 就吃最喜欢的那款 好像明白二狗为什么 会喜欢抢花花的竹子 花花吃笋间 二狗吃其他的 杜绝浪费行为 但是窝窝头和小苹果 还是不可以抢 花花可能也没有想到 小时候自己那么厉害 长大后的同伴们都长大 只有她还和小时候一样 哎 悲伤嘞 作为咒王的第一只哈基尼 被肺祥认了 的大熊猫代理 她有多厉害 眼前这只只有三条腿 大熊猫就是她 因为小时候是在野外生活的 经历打斗事件不少 被发现的时候 受伤已经很严重了 人类发现之后 无奈给她做了截肢手术 后来就开启了编制版 提前养老生活 作为全球第一例 给熊猫做这种手术的案例 代理的恢复情况不错 她每天会在室外走走 锻炼身体 这个毅力 代理真的很强啊 虽然少了一只后筒 但并不比其他熊猫差 作为从野外过来的野一代 和当时中心的老大竹运 打架可以三七开 竹运被代理打得嗷嗷叫 后来每次见到代理 三分钟内可以上七次数 代理可能在想 野外那么多猛兽 一个个战斗力精雄 哥怎么在这 也能当个扛霸的 但别看这么厉害 代理很喜欢听八卦 哪家熊有了新鲜事 哪个熊跟哪个熊看对眼啊 他都知道 还喜欢玩水喜欢人类 是个老顽童啊 零几年的时候 代理的事情被费翔知道了 然后费翔领养了代理 取名想想 后来代理每年 就有了五万美元的零花钱 代理还跟竹运相亲过 就是前面一起打架的那只 她还是金虎的母亲 但是竹运拒绝了 当时想当大警 结果因为这小 熊脸都丢尽了 现在的代理 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生物 野外的日子虽然自由 但中心的饭也很好吃 还不用自己找 悠闲的退休生活谁不喜欢 每天竹子吃得香香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